把钥匙又塞到包里面了 又掏水 高兴 高兴让爷爷抱不 他爷爷抱不 舍不得让你走 舍不得走就把你扔在山上 过几天就回来了 走了 我让阿姨家来逗过看一下橘子手 小鸡 阿姨的儿子 阿姨几个儿子 一个儿子 姑娘 那叔儿子小了 儿子结婚吗 他不去 他不去 不去 不去 您家里的儿子不好 嗯 妈咪的儿子 你这么多儿子 好吗 这个啊 这个是阿姨的 几年了 不知道 不知道长了几年 动不动就种橘子 种橘子能干啥吗 手机 吃橘子 对啊 对啊 我们赚着圈子 好红 你看这个都阿姨的 玉米是吧 嗯 玉米是不是 阿姨是 阿姨的 这个橘子不是玉米 不干就想种橘子 橘子还带刺的 手机 走嘛 你又干啥了 哎呀 你是走到哪里 就得吃的东西 哈哈 走了 好 那过去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咱们走嘛 咱们走嘛 他们这个橘子不方便 卖不出去 你这撞撞撞撞撞 这个干啥 这里面缺起来养鸡养兔 5块 这点地也不少了嘛 浪费了 撞了菊子 满山 每家每户都撞这个菊子 就是怕自己吃不上 就不想撞点别的 花钱买菊子吃 自己种起来都是好吃的的感觉 一直到那边的 这区域搭理的还挺好 拿这个草 扇杆的 咖啡 以后咖啡 5年以后的咖啡就长成这样的 5年的咖啡都能长这么高 走了 去阿姨家把阿姨切上 回来 这海拔又高点 切无嘴了 看见菊子了 烧鸡是一去摊里面就开始就业菜了 走了烧鸡 是不是晚上不回去了 啥了烧鸡 叔叔说啥 叔叔说啥 明天明天 明天 明天 这个菊子 拉下去 拉下去我卖菊子去 哎呀 好嘛 叔叔啊 啥能想起来 我开车上来拉着卖菊子去 叔叔 你应该让叔叔师母的在这个山上 是吧 吐露吐露的菊子 弄个菊子罐头是吧 罐头是吧 拿那个瓶子里面装的 做个罐头加工厂行了 喵喵摆 一点点切把这个菊子收了 然后做成罐头 是吧 这是啥了 这是啥了 这不是草吗 这个上面的那个啤酒 这个咕噜咕噜啤酒 哦 哦 酿酒的 我还以为是炒了 让我在里面来回跑 嗯 四个月 三年 你看怎么个大的 这个这个菊子说三年 嗯 咖啡 四年 咖啡的五年长这么大 嗯 嗯 你看 啥 啥 啥 橘子吗 橘子 没看见 没看见吧 这个是 哦 看见了 嗯 哎呀 就像那个针眼大一样 没看见 你除了稍微按几个 手机啊 嗯 嗯 这是橘子树 嗯 为什么山上都种橘子 嗯 橘子啊一个切 很多 哎呀 几毛切已经很多切 很多切 嗯 嗯 橘子树要做了 你们这个地方就是 谁们家种啥都种啥 满山谁们家都种橘子 都种的一堆 就够自己吃 也没有没有拉下去卖的 漏又不好走 哎呀 嗯 过两天让我开车过来拉的下去卖橘子去 嗯 不去 哎 不去 不用我不是说了吗 你让叔叔弄个小鲜加工那个罐头的 嗯 把这个山里面的橘子都收过来做了橘子罐头 那个坏不了 是吧 放到小卖铺里面卖去啊 好 橘子熟了都熟了 下来以后往死都便宜了 过了那个季节了 又又又都那个啥了 都涨价了 又没有橘子了 又从国外进橘子过来 价格又高了 现在的橘子价格高 橘子 橘子正儿八经下来的时候 满山都是橘子 他们这儿的橘子真是喂羊喂牛的 要不就盖个冷库是吧 小型冷库 储虫橘子也行 杀了个好一点的品香好的橘子都虫下来 过个几个月以后 等这个橘子 这个市场过去以后 拿出来再卖 价格又翻了 好几番好几番 就这 就像芒果一样烧鸡 芒果下来了 六十尼币 八十尼币一公斤 嗯 过几个月以后 芒果没有了 五百 六百一公斤 六百一公斤 哎呀翻了 翻了是翻 好嘛 走啦走啦 走哪儿去哪儿 刚刚上来的时候上坡上不来 装了一颗土 土到 咕噜咕噜 这个叫蕨菜 中国也有 车里面让我拉了一车土 什么个一百 什么点就一百 嗯 嗯 走哈拉香香 嘿呀 走走走 爷爷山山我看见这个东西可多了 那你年贴就这么揪啊 揪这么一点一百 揪那么一车都回去卖 就卖多少少许 小心 小心 走走走走 赶紧赶紧 去把阿姨接上咱们赶紧走 茶也不喝了啊 要不然贴黑了 我回去还要做肉吃了 嗯 这车这车土就拉到爷爷那儿卸掉了 这车土就拉到爷爷那儿卸掉了 嗯